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J海牙国际法庭刚刚做下了判决要求要从骑马拉法撤军不得再对平民中立的国机构进行袭击 那么以色列呢 公然违反啊 又去轰炸了 而且是众不克克全在轰炸啊 不是那种啊 不知道怎么核实的 先把人全部驱赶走 这回连驱赶了没驱赶 所以大家全部看着呢 就这么炸 看一下啊 美国媒体WAPO什么NYT之类的 你能想象所有那些 甚至以色列时报都没有对这一次袭击做袒护啊 WAPO报道说呢 大家全都目睹了 Horrific 非常恐怖的袭击后的画面啊 那么根据平台创作原则和法律法规的 我是什么都不能展示 给大家看一些残骸照片算是很不错了啊 举个例子抱着一个孩子的扭曲的身体 孩子的头部没有了 法律法规这都是传播这个东西都是违法的 所以说 但是它确实是发生了 国际媒体反正是沸腾了啊 NIT 什么WAPO啊 什么Guardian BBC CNN 你能想到的所有世界媒体全都报道了 以色列的媒体都报道了 承认攻击的是安全区 你自己说的是安全区嘛 你们总不能 而且全世界全看着呢 你还盯着自己说的安全区炸 以色列媒体都没法帮他洗 那么这个问题呢 现在看一下 全世界终于是很多国家呢 坐不住了啊 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克龙对于这个美国安领会投资票否决 其实有相当的看法啊 他的这个讲话里面也经常讲什么 我们欧洲不要跟在美国屁股后面 唯一欧洲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欧洲这个法国跟德国嘛 想挑大梁是吧 但是由于德国毕竟涉及巴以的原因 他不能说很多硬话 但即便如此 德国外交部呢 也明确表示 这样对于自己化的安全区域的袭击呢 是无法容忍的 Unbearable 你要搞点不这么明目张的 不这么对于安全区 不这么对于老弱富人 还是最后一块拉法的一个土地 还是再点上这么多的buff 而且你刚刚向全世界保证能进一步约束 对于军队的管理啊 玩的棒棒在当着全世界面炸安全区 所以德国外交部呢 表示说 无法容忍 还有加拿大的啊 加拿大的表示呢 加拿大的表示还是之前说的那个啊 加拿大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啊 他表示啊 你要看他为什么表示啊 有人根据他们外交部发言说呢 在拉法被以色列袭击呢 有两个加拿大公民丧生了 那人家可能有加拿大公民的国籍是吧 那你有啊 是加拿大公民 他可能在巴勒斯坦遭受袭击死亡了 那确实你加拿大你必须说话 对吧 所以他是 我们这里要分析了啊 你看法国加拿大德国 德国说一个不可忍受 法国说一个简直让人震惊啊 让人非常的愤怒 要求立即停火 这两个国家是目前没有他们公民死亡的报告的啊 加拿大他为什么谴责 因为他有公民丧生了嘛 所以这个谴责好像都是谴责了 说的是什么话是谴责袭击呢 表示震惊呢 愤怒不满呢 还是说要求立即停火呢 这个度首先有差别 第二个就是谴责的原因 以致假如本国的公民死亡 你必须要去谴责一下的话啊 那么加拿大这个跟德国跟法国相比呢 肯定原因上面啊 就很多不同 这是一个事啊 好的 另外一个事重要的是 全世界都关注拉法啊 那么ICJ判决要求以下 不得再阻挠国际援助 运入加沙 而且呢 要帮助更多的援助进入加沙 打开更多路通道 以色列是没有什么执行的啊 所以南非这次再诉以色列要求说 法院的判决必须很明确明确 你说要打开很多通道 那你说很多 没说哪个是吧 所以说这次必须明确说 我要打开哪个通道 就给你写的判决 你给我这个通道给我打开 那么现在打开没打开 或许打开了 能不能让通道打开 但是运不进去呢 那当然可以 比方说啊 永远是挖破的报道 那么美国媒体啊 也直接调说 以色列极有益这些民众组织 不是政府啊 那跟政府肯定有关系 民众组织极有益的 上街拦截运输 据员物资的卡车 打砸卡车 恐吓逼退驾驶 卡车的司机啊 爆了散司机 那么这个呢 还是有被人录下录下来 非常自豪 大致上全是人 拦下卡车 而且阻拦这个过程 他们表现非常亢奋 甚至砸完之后 原地起舞啊 非常欢乐 我们看一下现场这个录像 那么这个录像呢 是挖破给的啊 真实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是挖破接着挖了啊 说这些人呢 原来是有群组的 不是你也不可能啊 联合国 他们还是哪个国家 往里运输 这个车辆 什么时候运啊 运的是哪台车啊 车上是什么 你们了如指掌 因为首先所有具缘物资 要进加沙 都得向以色列宝贝 经过宝贝 还要以色列检查 检查也不一定放你过 放你过 放你过的这个时间 联合国民家 莲国民家 普特伊斯说的吧 比如说啊 你辆车进加沙 可能这一天 能允许你运进去的时间 就这么一个时间框架 什么时候审批过啊 你每天每天来审批的吧 挑的是那个 已经快啊 要下班了 不举进的那个时间 给你批 你这辆车 今天已经进不去了 但我偏偏挑 你这今天已经进不去 那些卡车给你审批通过 你别人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进 就得审批的 我不给你审批过 你看这行不行啊 你能叫我没给你审批过吗 那么普特伊斯说 有多少用审批的方式 拦掉了呢 40%是审批过的 这40% 还要算那些审批过 但是今天根本去不了的 你还要考虑 这些所谓的审批过 是不是已经 是吧 已经的方面是考虑到 你这个车今天去不了了 我给你审批过 这样你就不能说 我没给你审批过 还要算上审批过了 能去的车 结果路上被这些人 给拦下来的 为什么能够这么精确的 就拦下这些 卡车的人挖破 已经坐实了 我之前做过明确预测的 观众可以去翻之前的视频 我们这是留证的 那么现在美国媒体 是公开承认了 发现了他们的WhatsApp 相当于我们的微信 这样的群组 群组里面有各种各样 关于今天可能推测 分析路线 哪辆车走哪条路 车上是什么 有谁的信息 而且这些信息是哪来的 是民众去分析的吗 不是也明确坐实了 是军队和警察 给这些民众组织的信息 好 这不是我播出人也说的 美国媒体WhatsApp 承认了 我们之前总是做的推测 现在是坐实了 军警加上极端的民众组织 军警向他们泄密 极端民众组织去拦截卡车 让他们进不去 你怎么说老百姓来呢 你怎么能骂老百姓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 不知道有什么事 然后再有 埃及跟以色列边境 打死一个士兵 开火了 说的两方肯定都是说 对面先开了火 反正你跟 他就没有说哪个国家是承认 是我先开了火 不可能的 双方都说双方先开了火 这种情况应该要有军事观察员 但是军事观察员就管用 你也不是什么都能观察得到了 而且之前 联合国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军官联合国的军事观察团去观察 以前人都没有专门瞄准军事观察哨 专门瞄准的 炮了落的都是一个地方 炸死军事观察员吗 也是有的 所以说跟埃及又打起来了 外网的阴谋论 有盛宵尘上 说有没有可能是图谋 西奈图谋 苏伊士运河等等 已经出现 很多喜地就开始说 西奈应该属于以色列等等 这个都是有铺垫的 这个目前没使水 但是起码流血事件已经造成了 士兵的死亡了 我们提一嘴会怎么发展 有很多东西都是 你先有个端倪是吧 端倪下面其实像冰山一角一样 你看到的只是 我们都讲的是确定的信息是吧 上面只有一个 一点点 底下其实是一座冰山 由于本命到95%都是事实 捕风捉影的 虚假的 没有确切证据的东西 我们是不讲 所以说只把这个已经有的 留点事件 做一点小小的延伸 那么还有是哈佛大学 顶尖学府 之前确实抗议 有些观众说 咱们抗议没升 压下去了 也不至于 学生的毕业典礼 是不是要搞 毕业典礼哈佛 有一千多个学生 在校园里抗议 学校组织的毕业典礼 哈佛大学 其实也不是校长说的 上面有什么校董会 就公司管理 肯定不希望你学生闹事的是吧 学生要的什么正义 老师有很多去支持的 老师也是说白白打工人 你老师跟校董会 你能白白手按吗 老师也不敢 老师也是普通工人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对不对 趁你教职 虽然说一般情况下 你拿到了Tenew 美国的大学教师 拿到了相对于永久教职 你就给理论上躺平了 你会发生非常严重的 学术问题 或者是犯法 刑事问题 一般情况下 这学校不可能辞碎你了 但是这是一般情况 反游还是一般情况吗 反游肯定不属于一般情况 对吧 可以看到 此次八语 就算大学老师 也不是说所有老师都敢站出来 站出来还是相当勇敢的人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还有大学校园 有教授 学生 还有教工 教工管后勤 还有助教 之类 走上街头 浩浩荡荡 他们要为这些 抵制学校举办的 毕业典礼的人 举办一个叫做 People's Commencement 叫做人民的毕业典礼 这个游行 你看也不是光是巴斯斯人 很多百人参与其中 什么叫做人民的毕业典礼 干嘛要加个人民 本来是毕业典礼 干嘛要加个人民 大家翻译翻译 什么叫人民的毕业典礼 那么这个由头是什么 哈佛公司裁定 因为之前学生不是抗议吗 有13个学生 被认为是反游了 哈佛大学绝不呼吸 所以说这13个人 不允许毕业 不给发毕业证 所以真正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 出现了学生代表演讲 说我们哈佛大学 学术自由在哪里 自由讨论的空间在哪里 或许这个人 他明确说 我不想对巴以表态 但是因为别人表态 你不让人家毕业了 这叫学术自由吗 这有言论自由吗 你毕业典礼 学生代表 还不是一般学生 能上去发言 学生代表 批个巴勒散国际上去的 上去斯以色列国际的 也有 还有抵制毕业典礼 自己开一个叫人民的毕业典礼 那么这个13个人呢 事实上 没有说法 之前谈过说 在哥伦比亚大学 那么抗议的 被停学的那些呢 事实上现在没有得到 很多社会的帮助 就是他正义吗 或许很多人认为是正义的 但是他是正义的事业 就应该指望 大家就去支持吗 很难说的吧 更多人说 我还有生活的 虽然我可能 这个精神上支持你 嘴上支持 网上支持 但是你要真的 我要有什么支持 我是不敢的 我是没这个能力的等等 但是却希望 现实进行改变 这现实是很残酷的 所以网上说的 天花乱的支持学生 到现实情况就是 各大那些学生 没拿到毕业证的 我说没毕业 没学完学分的 被学校停了课 他们走上街头 走到网上 去向社会寻求援助 说大家都支持我 说是支持 现在被停课了 也没拿到毕业证 才两年输呢 我说转学都不知道怎么办 谁来支持我 谁给我工作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哈佛大学 这13个人 是他们满足了毕业条件 有这儿把你成绩单的 教授推荐性 估计也可以 学校不给毕业 这种情况 可能有些许差别 因为你这课已经修完了 别的学校假如是 相当支持巴勒斯坦 现在已经很多国家 站出来说 要跟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承认巴勒斯坦是个国家的 得知你是13个哈佛大学生 学校没跟你毕业 那么这些学校 或许会 已经学生团体 明确了说 这个事情是什么 性质 是吧 学校可能会对他们 亡开一面 但是无论怎么说 对他们的个人的学习 还是生活 还是职业发展 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或许有人会说 那你支持巴勒斯坦 不是会帮这些人吗 但是对人家的生活 是有影响的 你13个人 是谁 你不一查就知道了 你很坚强 搞你家里 全世界都基本上都这样 你很坚强 你家里人也坚强吗 也会帮你这样吗 你家里人坚强 跟你家里人的朋友 很坚强吗 这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小部分内容 陈殿下了一句话 就是正义也是需要 切实的去支持的 不是因为他是光明的 他是正义的 先天就不用任何人 帮助他先天的战胜邪恶 这么容易 哪有来是不是邪恶合 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 是哈佛特约本身 请了毕业典礼 你要请什么嘉宾 名人来演讲 请了诺贝尔和平奖 上面演讲 演讲力大 就是什么虚假信息 没有太提巴以 其实还是相当收拾了 诺贝尔和平奖怎么了 这会讲完下去的时候 在不算热烈的掌声中 因为他重点没有放在巴以问题 明显想要避开 结果还被哈佛特约 专门传播犹太教 那种宗教中心的拉比 给堵住了 堵住了 对峙了 认为他这样已经 明显要避开的谈话 依然是反由两个人 对上了 他是诺贝尔和平奖 当场告诉你就算 你请过来 你诺贝尔和平奖 哈佛特约毕业典礼 你又怎么样了 我说你反由就反由 他是什么 他是宗教中心的拉比 每个基本上 美国的好大学 都有宗教中心的 全人家不同的学生 你信什么教 他信什么教是吧 他要搞个宗教中心 宗教中心就是 宗教中心的负责人 自信拉比 当然一马当先 直接把人堵在台上 说他反由 你这看看 我总结一下 刚刚说的几件事 有起码三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 就是国际社会 这个不是美国 那个国际社会 全世界的国际社会 也包括发达国家 现在起码就轰炸 在拉法 自己说的是安全区的 这件事件 是做不住了 包括以色列媒体 TOI都做不住了 那么此次 对安全区的轰炸 是否起码能将 对袈裟进行 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 稍微解决 那么一点点 全世界都非常关注 第二个就是 是否那这些 无辜的生命 你无辜生命 已经有很多逝去了 是吧 你还得看逝去的时机 你还得看逝去的方式 是不是被大家看到了 更多的这些生命 是国际媒体没有看到 就当不存在的 对吧 这个数字 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 之前已经几万人丧生了 现在是50人丧生 那就是因为这50人丧生 这个时间 以色列刚刚说过 我们军机好 我们要加大援助 我们不杀平民 就是因为SG刚刚下判决 就是因为在拉法 就是因为众目可回 全世界都盯了 所以它或许才能成为 由量变转为质变 撬动事件 有所变动的 那一堆稻草 那么这样不恰当的作笔 这根稻草 现在联关理会 还在审议相关的问题 是不是会在 国际外交的舞台上 有所变动 美国是否会有松动 那么还有第三个 埃及跟以色列边境开火 不是无言无故的 因为拉法就跟埃及挨着 那么之前美国传的 沸沸扬扬的 这个阴谋论 将难民强行的逼近埃及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人的主义关注 而且逼着埃及 一定要下场 这个是相当值得关注 还有第四个 就是一个后续 之前很多朋友说 怎么就突然不讲学生抗议 哈佛大学哥大学 学生后来怎么了 那么后来怎么了 给大家一个交代 正义的声音 也是需要去传播的 正义的事业 也是需要去支持的